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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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疫情邁入全球第三年 我們的生活徹底被打亂 病毒不斷抵在變異 我們的生活也不斷抵在變化中重整 從原本鬆散的防疫政策 乃至於後來的加強防疫 搭乘大眾運輸 離開加滿時就得戴上口罩 分流上班 線上上課 手機時連置 量體溫 消毒雙手 攜帶隔板用餐 已成為防疫的新型態 然而戴上口罩 看不到口罩底下的表情 更無法得知他人內心的想法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似乎在疫情期間 又被拉開了許多 口罩跟隔板已成為大家習慣的生活用品 隔著口罩與人對談 讓燦爛的笑容被藏了起來 情緒變化也被口罩給遮擋 也因為疫情的衝擊 歇業停業成了許多家庭所面臨的困境 為了要預防病毒 變成除了上班上課還有通勤以外 都要待在家生活 讓家人能夠避免被傳染 在家待久了會使情緒陷入低潮期 想去玩戶外活動 還有去遊樂園 甚至是出國 這些原本排好的計畫都被病毒給打破 最近疫情又逐漸升溫 台灣確診人數每天超過千例 但政府的防疫政策 似乎還沒規劃得很完善 導致於許多民眾確診後不知道該如何示好 不確定的狀況使得民眾十分焦慮 雖然疫情使得每個人的心情十分緊張 但是生活還是要過 我們因事實的調適心態 消化這些情緒 重新認識自己 人們可以在家多運動 將生活步調放慢 做一些平時無法做的事 觀察平時沒有注意到的人事物 另外在與家人互動時 多一分體諒能使家庭關係更融洽 疫情時代的來臨 不是使我們焦慮 而是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 那你知道氧氣跟二氧化碳誰比較美嗎 所以你看這隻 不知道 氧氣啊 為什麼 因為祝然就是美 喔 祝然的部分 對 祝然就是美 我覺得有點爛